政府對轉型正義的工作會持續來做 來把當年威權統治破壞人民的事實 揭露讓真相給後代清清楚楚知道 總統出席金箔棄海園區的揭幕典禮 那傳出府幕僚員先建議不要出席 那總統致詞也引起綠營政反聲浪 那傳出有人不滿包括監察院長陳菊 政府對轉型正義的工作會持續來做 來把當年威權統治破壞人民的事實 揭露讓真相給後代清清楚楚知道 而冤枉一定要頻繁要補償 同時我們也政府也就相關的法案 送到立法院也都進行相關的工作 這都會持續進行 國民黨人一載要用稱送蔣經國先生 其實最最重要是蔣經國在事實一再的堅決的反對 跟共產黨談判 絕對不跟他投協 現今的國民黨人卻陸續跑中國 一再跟中國唱和 如果蔣經國在事的話 會被他這種不孝的徒子徒孫棄師 使用了一段時間 使用了一段時間 是下個內容 補償 選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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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